1975年4月 蒋校长告别仪式上 留下的仪容照片 画面中他看起来有些臃肿 是因为葬礼是依照蒋老家这将奉化习俗办的 他穿着七条裤子和七件上衣 由长子经国一件一件穿上的 所以才会看着中章 他的胸前佩戴着三枚勋章 分别是大红彩玉勋章 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 妻子宋美玲还将他生前最爱读的四本书 放在棺果内 分别是圣经 唐诗 三民主义 干墨荒泉 由于不能安葬回顾礼 所以他的棺果采用的是扶错的方式 就是灵就不入土 在离第三寸的地方放置 至今为止 还放置在桃园大溪祠湖